國民年金針對年滿25歲未滿65歲國民 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未參加勞農軍公教保險者 給予生育、老年身心障礙、喪葬及遺暑年金給付 但在部落有許多族人仍未繳納國民年金 勞保局調查欠費率甚至高達5成 是不曉得 而且他們也沒有能力繳 因為很多老人家的小孩子都在外面 自己都顧不好 有時候老人家他們就會忽略到 族人反應跟農保相比較 感覺不到國民年金福利價值 更有部落老人家說 已經參加農保 國民年金對族人幫助並不大 许多部落族人不知道 65歲前要退農保 才能改參加國民年金 就算已經領取原住民給付 只要符合國民年金納保資格 仍需繳納國民年金保費 65歲後才能按照累計年資 勤領老年年金 他只付到65歲 不是付一輩子 不是付一輩子 因此如果你是國民年金的被保險人 你一手拿3628塊 如果收到國保的交款單的話 還是要按時去繳納 你將來才有辦法65歲以後 繼續領到國民年金的老年年金給付 老保局也提醒 若收入未達一定標準 民眾人可向戶籍所在地的鄉公所 申請國民年金繳納減免 經資格認定清查後 符合規定者可繳納較少保費 部落因為他便利商店也不容易找到 而且還要繳一點手續費 我是覺得自動轉帳是最好的 也不會怕忘記 也不怕說繳到隔壁鄰居的交款單 老保局表示國民年金性質並非強制繳費 加上偏鄉部落交通不便 造成部落族人沒有固定繳費習慣 建議可以到銀行辦理帳戶自動扣款功能 讓繳費不再是一件難事 也為自己老年投資有多一層保障 記者Jugu 達魯 新竹縣尖石箱採訪報導